大家好 我是Mr.Ma 今天會教大家怎樣去洗臉 你會說小孩子什麼洗臉都要教 我想告訴你真的要教 原來很多人都用錯方法 那洗臉的方法是怎樣 而乾性皮膚的洗臉其實就很簡單 晚上我們會知道少少的 多數我建議你們會用一些含滋潤性 例如有洗臉奶 或者有些皮膚很乾的 它會有些像凡士林的狀態的洗臉 洗完之後你會覺得是不是很黏 但其實不需要理會 洗完之後用毛巾一抹 皮膚乾爽了 其實你會發現皮膚有一股保護膜 而且我見有些朋友 連日起床都用洗臉奶 或者洗臉膠去洗 其實是錯的 錯 極錯 記住了 無論油性肌膚 暗瘡性肌膚 乾性肌膚 晚上我們要洗臉 但是早上請你們用清水洗臉 再一次說是清水洗臉 洗完之後用毛巾印乾淨 就可以塗上保護品 為什麼日後 我是不建議用保護膜去洗臉 因為皮膚是需要有皮脂 其實我們的皮脂油脂分泌 是保護我們的皮膚 如果沒有天然的保護膜 天然的保護膜 我們皮膚會變得敏感和脆弱 然後就要用很多外套的東西來遮蓋 我們為什麼不留有用 這麼矜貴的分泌在皮膚上 過多不好 黑頭油脂分泌 皮膚不會乾淨 但是如果我們完全適量都沒有在皮膚上 其實是損失 是虧的 這個是免費的保護品 我們其實應該留一些在這裡 我們早上用清水洗臉 記住清水洗臉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塗上平時的防曬 但如果是油性肌膚 盡量少塗護膚品 盡量少塗 只是清潔和塗上醫生或治療師 給你用的暗瘡護膚品 就已經足夠 盡量少用面霜 因為你已經皮脂滑很多 好油 你還加一坨面霜下去 我真的沒有眼看 我見很多客人油脆的 還告訴我 早上塗了很多東西 我真的沒有眼看 越塗得少 其實是越好 我真的教你們 暗瘡四經膚 要盡量少塗護膚品 塗上暗瘡膏 燒鹽殺菌就可以 什麼精華素 面霜的盡量少 還有要留意 不論不同的肌膚 也要留意四季 再三都一年有四季 是不是 春夏周遁 香港最特別是潮濕 如果我們不轉季 不論我們的護膚品 或洗臉 我們都不轉季 其實皮膚都會不對 你自己去衡量 例如乾性肌膚 去到冬天 用洗臉奶的次數 可能更少 除非你晚上化妝 如果用清水洗臉的次數 會更多 但當然你去到夏天 轉季的時候 一定要用回清潔 油性肌膚 更加要留意四季不同的狀態 如果是暗瘡肌膚 其實要處理好 才不會令你整天都那麼油 那麼多暗瘡 在下一集我會說 油性肌膚和黑頭暗瘡 我們是怎樣處理的